你不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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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不辣的穿才吃不起 少一锅特金刚出来 成本都要好 哦呦 掉一锅炭脆 就是把酒杯子挣上去 卖得非常好 上来果然菜 也是我们四川的一个名菜 也是我们四川的一个名菜 泥饼这个鸡的花和其他鸡的花不一样 跟其他鸡的花是个咬的 我们这个泥饼的鸡的花 是个豆腐一样的 当我们菜鸡的鸡 一整十五年都在卖的菜 卖得好不好 卖得非常好 主要是有那个高级清汤 对高级清汤 毛汤就要掉起码是24个小时 鸡呀嘛 火腿嘛 咬住这里掉嘛 大锅这个 掉得厚 我们再给烧汤 第一点清汤的时候 就是处理鸡肉嘛 你把它不烂 切得扔不住口里 白种之后 一样的也是要摘成鸡 也要摘成鸡 基本上我们现在这个就是 就生鸡肉 一定有生鸡 加回鸡是成这样 一刀 用鸡肉的草 吸收它的一边的杂质 第二刀 我们再用鸡肉的草 蒸群 然后再帮油脂 再收一刀 它就很清化亮色的 但这三刀 我们还是用鸡肉肉 吃一个清汤 更浓郁 更清香 烧鸡以后 就看到一坨 斑腐这样是最好的 它是清化亮色的 它是清化亮色的 对对对 最关键就是自己的鸡肉肉 去精香 排一下 你是大老你一边的 是我脆 我脆一个 脆到你一边的状态 我脆到你一边的状态 脆到你一边的状态 别人脆的时候 看到鸡肉我就把它排了 像土豆你一样 看看 对 在这儿像鸡肉 你脆什么鸡肉 加蛋清 加蛋清 对对 然后我们煎葱水 500个鸡肉 然后十个蛋清 500个鸡肉 500个鸡肉 千块鸡肉 一千克姜水一样 大把大散 加一点叶 少一点 少一点 碗就剩 滑了 对对对 要让它粘到一堆吧 对对对 领过水用 滑了一堆 就这样子 就要的了 有点粘水就行了 有点粘水就行了 水还加上渲锅 姜子倒开的时候 收得更均匀一些 锅后 水温是非常要求高的 切完不能让它开起来 开起来的话又重烂 就是一锅烫了 最小的话 这个盖子盖到一会儿 把它门 门六个小时 其中间就慢慢淋浮在一起 现在就好了 嗯 现在好了 现在我就把它开凳子 鸡肉花开凳子 虽然我们利品来的太有这个 开出来就像给豆腐盐了 你看这个颜色 却白了 好嫩气 我上纸你们拍几个块 我都没吃到我这纸 一定要告一下这种 比果冬嫩嫩的多 油口就坏了 对 这也是我们利品的鸡肉花 它的香味融入在鸡肉里面去 更香 另外这个猪虫的味道也是 清香味也是 然后把它鸡肉里面去了 主要是肥仁笼 肥仁笼 肥仁笼 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道菜传承下去 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 也出不来 好多人都不晓得 不晓得 这个有这道菜 好多人 对 对 对 有什么 对 好多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